大家好啊,咱们来讲个实情 我看到这个近期啊,在这个网上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核酸检测报告造假之类的,是吧 其实我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到也很心酸 其实这几年大家都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吧 就是有负债累累的,还有那个想不开的各种情况的,是不是 但是我都觉得如果说像政府要是,那有些人谋私利吧 为了去挣自己的这个,为了让自己的腰包更鼓起来 我觉得这有点丧尽天良了,对吧 但是我其实本想的就是说,咱们就是当个那个过客看看 但是真实的这件事情啊,也发生到我身上了 我父亲是在2020年的12月10号去世的 那个我们是有这个火化证明 是有这个火化证明的 然后呢,当我在看到在网上,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帮我父亲查一下,然后输入一下他的身份证号 结果让我意想不到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这个疫苗 他的疫苗的话还是在2021年的1月18号还打了第一针疫苗了 知道了吗?啊,而且的话在我查到这个核酸的时候 他在7天以前还竟然给他做核酸了 这是让我非常的纳闷 我就想知道这个疫苗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的 还有包括就是说,你们这核酸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啊,我其实就想知道 这个咱们的医护人员,还有咱们的这个领导人们是不是啊 你们这这么辛苦啊,对不对 这为我死去的父亲我跟你说 都在做着核酸,都在打着疫苗 是不是啊,我都想知道你们怎么打的 我想知道是谁负责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我作为他的闺女是吧 给你们表示感谢,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啊,呃,我们老家是邢台,呃,邢台南宫市大村乡 大村的,对不对啊,所以说 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到底怎么给我解释啊 我主要想知道就是你们怎么给他打的 是你们找的他呢,还是他找的你们呢 对吧,你们要能找着他的话 你们要通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能力的话 你们也带着我去看看 咱看看那边条件好不好 好的话,咱也去欣赏欣赏去 是不是啊,我也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请请你们 对吧 对吧 好